常常有人在评论区里面问我能不能打赢太深 在这里我只想说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太深 应该是被我三个秒下的存在 所以说不要问我能不能打赢水 那就是三个秒下 由于呢我邀请过很多人来五款比五 结果呢没有一个人敢过来 尤其是那广州阿虎广州三脚猫 如果说你一个人不敢过来 你可以叫你的朋友啊你的小弟啊 来我们五款就进行切磋 我一个打你们全部 车轮战 现在赶过来了吧 然后呢你们如果想看永春被人打 去找那个丁浩跟余三华 永春加永春 但是如果你们想看永春打别人的 就来福星壁华 找我 我叫光荣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怎么破勾拳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勾拳的范围是怎么来的 它是属于一种弧度的拳法 如果是想破勾拳的话 也不难 首先要明白个理论叫做两点之间直线最短 什么意思 就是一条线跟另外一条线之间 它们是直线的距离是最短 而不是弧线 所以说要破勾拳的话 就直接冲进去 因为这样是最快的 它打到你 它勾拳打到你那一瞬间 你已经打到它了 而人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它是打不出力的 所以说破勾拳 不满 相反的言言就是说 你破勾拳就用直线去破它就行 编腿这个脚法 在很多人眼里面貌似是 如何大力 如何不可破解 其实不是 编腿为什么会在内海上平常使用呢 因为有规则 规定不能踢弹 不能踢光子 其实呢 编腿你在现实中 剥刀的街道 可能使用出这个 为把手 等于送你 为自杀脚法 因为你编腿 是为一种大幅度的编法 你一旦没踢动人家 等于说把药开始都送给人家 而人家想怎么碰你编腿 直接冲进去 踢你的淡淡 或者直接冲进去 踢你的膝盖 就是踢你的自身脚能心感 就是说你编腿 在现实剥刀中 是很危险的 大家好 本大侠已决定 12月25号 我会去张家界 干掉雪狼 而且是三招秒杀 在内海上 雪狼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打吗 还说要给我三万块钱跟我打 我成全你 咱们就在三家界界 不见不上 记住 我要三招秒杀你 二龙观大侠你好 我是你狼爷 保守当雪狼 今天我要跟你说的是 自以为自己练了几个什么 三脚猫的斩手 今天 斩这个 明天你要斩那个 找平台 给你干 什么规则 你说了算 咋过卖铁 我给你三万抽套费 我知道你不差三万 要不你找平台 我给你干 三万照样给你 我一分钱不要